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到老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种四大不挑 还有疾病 病魔残生 然后最后 要断气的 也断也断不了 不是说你想要死 就可以死 就像我们那个 我们以前的长官那个杜察长 他是真的有经过这个苦 他一生其实是功在国家 我们台北市 一些大型的群众运动 都在他的指挥入定之下 顺利的平定下来 比如说几年前 我们台北最有名的 所谓的红山经 红山经的游行 他们都穿红色的T恤 那叫红山经 那么整个台北市 几乎都是游行的队伍塞满 那么那一场活动 就是这个李津田先生 他率领警察 安定下来 平定下来 当然没有作乱 也没有暴动 只是说因为人太多了 怕没有办法解散 就是由他来顺利的 疏导 然后顺利的让这些群众解散 所以他功在国家 那么他一生这么辛劳 他也得了这个生脑病死的 脑跟病跟死 他后来 因为在我们台北市 最繁重的 这个 中正义分级是最繁重的 担任分级长 我跟他是好朋友 因为我们两个 对这个佛法很有兴趣 我们常常在研究佛法 探讨佛法 尤其他对六子谈经 很有兴趣 那我就会跟他解释 六子谈经是什么意思 也可以讲说 他一生把他的生命跟青春 都给了国家 所有根警察 最后 他生了到新直线 当警察局长的时候 他得了慧腺癌 后来 经过不断的煎熬 也经过化疗 癌症的治疗 也曾经治疗到 后来头发掉光 当时很多人就叫他退休 他没有退 那很多人就批评他说 他恋战 他当时很痛苦很煎熬 后来又调回台北市 当他护察长 在发表当副局长的时候 他后来就送到台大医院 还没有去坐副局长的位置 他就病化了 我去看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他那时候装了这个呼吸器 他呼吸困难 那时候我没有跟他说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旁边 因为他旁边照顾的亲属 他儿子也不喜欢我说往生的事情 所以我就没办法说 但是我偷偷拿一个纸条 交给他的老部署 在那边照顾他的老部署 女的 一个女警官 我说万里副局长有任何的状况 你打这个电话给我 其实我已经在暗示他说 副局长应该要走 一看就知道要走 我们常在做临终关怀的人 我们只要看他的病容跟他的症状 大概可以判断说 这个大概应该是人生的最后 就果不其然 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 他就到台大医院就插管了 进交病人就插管 他儿子也不让我讲 不让我做临终关怀 他说我爸爸一定会再好起来 结果有一天 我在中午在参加 华藏金钟学会的 睡末的一个餐会的时候 我用完餐以后就接到电话 这个副局长就病危了 要往生了 当我经济看的时候 他因为插管的关系 整个嘴唇都是红肿的 非常的厉害严重 这叫做死苦